我們今天還是維持這45個確診的案例 並沒有增加 那出院的也維持15人 疫情指揮中心燒來好消息 確診個案沒有增加 倒是全民關注的口罩實名制 有了2.0版 讓大家就直接網路訂購 那也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拿得到 事先有一個安排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輸減 大家三分組排隊的壓力 那至於取貨 但是超商是一個被考慮的點 但其他的點也不是完全都放棄了 初步計畫財曝光 就已經正在做網站壓力測試 買口罩未來會增加網購通路 超商取貨的管道 但這物流運費要自行承擔 至於會這麼做的關鍵 就是取決於產量很充足 上週的實際的產能 是超標達到851萬片 那我們本週這個預估的 平均產能是可以達到每天920萬片 那到下週呢 預估就可以超過每天1000萬片了 所以我想我們產能持續再提升 口罩國家隊 橫給力產量快速拉高 等於替防疫打了強行針 針對高齡族群慢性病患者 長照機構也提高防疫物資的發放 包括外科口罩 N95口罩和防護衣的庫存呢 都可以提升到醫院的35天安全準備量 醫療院所包括診所和醫院的口罩配送量呢 在這個禮拜會增加15%和20% 社福機構 長照機構 精神機構等等 並來提供這個足量的口罩 每個禮拜會提供58萬片的口罩 擴大防疫能量就是希望全面照護高風險族群 至於在國際疫情中 菲律賓公布一名確診的台籍人士 傳染源被指稱就是來自國內的案44 但指揮中心研判 兩人發病時間太過接近 互相傳染機率很低確切的感染源 恐怕還要再釐清 欢迎新聞簡易林徐國豪 台北報導